好 有誰可以先跟我們簡單分享一下說 你看這個case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case講了什麼故事 誰可以分享一下 讓你來簡述一下這個case的時候 你會怎麼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剛抽到誰 抽到邵 邵偉現在不在是不是 那18 怡璇在哪邊 你是很興奮終於抽到你了是不是 沒錯 你有興趣你可以主動舉手講 我們絕對很歡迎你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go through 一下 就是 確實它是一間 資本很大的一個 然後它本身是一個 有勞動 是勞力關係的相關備長 人資的相關備長 人資的相關備長 對 然後就是因為它是 會源於要造成的社會 然後它的什麼 就是因為它們公司的 人力的號召比較多 所以它很多事情就是 需要 就是它有其他老婆幫忙先做 那因為它的公司的制度 它公司的是 宏哥和我抱並沒有 是 無確規定說 家庭成員不可以 無家居 所以它就是 讓它老婆 直接來信出幫忙 然後並沒有 暫時向上乘 只是進路 對 它公司沒有進行嗎 就是它的 公司的制度 我是沒有 有點強力規定說 或是 事後可以特別 就特別崇豪 是不需要特別許可,是可以特別許可 是沒有特別規定的這個證書 我問一下喔 OK,你先繼續講,沒關係 然後他們公司的文化上面就是 也有習性,所以就是習性的文化在 所以後面就是他老澤在報仗的時候 就是會報的給他工作 是他老婆報了很多 是他老婆報了很多 是誰報了很多錢 是他還是他老婆 是Chris報很多 Chris把他老婆公司的賬報了很多 還是他老婆把他跟他先生請款的賬報了很多 他老婆報,然後他先生會說 他那樣是許可的 嗯 然後是許可這個 是收據的 是 然後後來就是他 就是許可 OK,好 念起來是這樣 好,來 我來看看我們同學可以補充一下 第一個 這一家公司 OK,在個案裡面來講的時候 有 有沒有規定說 你不可以跟你的家屬新人做交易 還是說你可以做交易 但是要做一些特別的許可 是要特別的申請 好,來 第二個裡面有一個 需要澄清的線索 最後 在申請帳的時候 是Chris的老婆 那叫什麼? Alison 是Alison 刻意的多報了一些工作的時數 還是Chris幫他老婆多加了一點工作的時數 蛤? 這Chris主動加了是不是? 好 來,我們先跳到這邊 先這樣 對,先跳到這裡來 我先簡單講一下 這個案當中 其實原先 哈佛原先來講 他是把它做成ABC三個個案 然後呢 他本來的設定是 是要我們一次看完ABC三個故事 然後呢 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叫做騙錢的動作 這樣講好嗎? 好 因為事實上 你如果三個故事看完的話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是說 這三個故事在講呢 事實上可以放在同一篇裡面 把它一次講完之後 會讓我們更加的了解 所以我只讓各位來買A就好了 那至於B跟C的部分來講 我們待會再來處理它 那在這個個案當中 我們最希望能夠做到的東西 是來繼續說 第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說 假設我們設成處地 到當事人的立場來講的時候 讓各位稍微體諒一下說 當你今天在做決定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會去使用到一些 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的技巧 來幫助你去做一些事情 而這些事情當中 可能會有哪些的正面 或者負面的一些結果 第二個呢 是希望各位可以利用這個case當中 稍微練習一下說 我們一般的人 通常來講 會用哪些的方式 來去進行所謂的一種道德脫離 來讓我們自己覺得說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當中 是可以做的 第三個呢 我們想來看看說 好 各位能不能夠協助 進來判斷一下說 是否你周圍當中有一些人 或者你自己曾經用過像這樣 道德脫離的一些方法 以及說 做這事情當中 背後的一個 後來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希望各位 可以在這個個案當中 可以稍微了解的一個部分 好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頁 那 我想 一開始先這樣子來問好了 有沒有聽過有一個名詞 叫做白領犯罪 換一種問法好了 你覺得 學歷高的人比較不會犯罪 還是學歷低的人比較不會犯罪 如果你覺得學歷高的人比較不會犯罪的人 請你選一 你覺得學歷低的人比較容易犯罪的 請你選二 你覺得沒有顯著影響的人 請你選三 你覺得學歷高的人比較容易犯罪的 請你選一 你覺得學歷低的人容易犯罪的 請你選二 你覺得學歷跟是否容易犯罪沒有正相關的 可以選三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好 大部分的人覺得是沒有沒有正 沒有沒有相關 然後 有比較多的人是覺得學歷比較低的人容易犯罪 覺得學歷比較低的人相對容易犯罪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就是小時候如果有去馬月裡探訪 或者是學歷比較低的找到的 或者是 然後他們就會去偷東西探訪 可能是偷那種很小的很小的 可能看來都要一千塊 可是他們還是犯罪 所以 學歷高一點好像沒 學歷低 所以錢賺得少 所以就會犯罪 學歷高 錢賺得多 就比較不會犯罪 所以是像這樣子 對 這樣子我 這樣子我好像應該去犯罪了 錢賺太少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學歷低容易犯罪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有沒有覺得學歷高的人容易犯罪的人 分享一下你的借口的話 我覺得 其實要人他們比較 因為對整個體系有了解 所以去專門被漏洞 並且 他們 之所以 大家沒看到他們那麼多犯罪 是因為他們懂得去傷口 去隱藏 所以我們看起來表面上 法院上出現的人 大部分都不會是 所謂這些百年犯罪的人 因為他們更懂得去隱藏 去透過時間的白手照去包裝 是 那 相對於這些比較低學歷的人 他們就是 他們可能 努力嘗試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 真的沒用走投無子去做反射 我以前一直 忘不了這句話叫做 我幫你們聽過這句話 我想想看 叫掉一下文 仗義總是圖狗被 復興總是讀書人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沒有 好 這句話是以前在看那個 那種像是 張惠演藝小說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像這樣子的話 他形容仗義指的是 像水浮傳那些人 他覺得那些人 都是所謂的一個 那種 怎麼講 真正在為社會做好事啊 然後或者說比較講義氣的人 然後復興人呢 就像陳世美這些人一樣 比較公立 比較所謂的一個 唯利是圖這樣子 那傳統上面來講的時候 在古早的時候 其實在社會來講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說 犯罪是所謂的一個 中下階層 或者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講 就做勞工階層 容易出現的事情 而犯罪最大的動機來講 是一 這些人本來就壞 因為壞 或者品種爛 所以才會淪落到中下階層 我現在引述的是 別人的講法 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要先強調這一點 不然到時候被告那個 歧視我就糗大了 因為這邊有人錄影 然後再來呢 那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 在解釋的可能不是來自於說 是所謂的一個血統品種的問題 而是來自於說 是生活環境困苦的問題 比如說馬斯維爾議論所講的 人的第一個動作叫我 我要活下去 那 貧苦的人來講 他在活起來的時候 比較痛苦的時候 自然而然可能容易被驅使到犯罪 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 到了後來的時候 突然發現到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 會犯罪的人不見得 只有這些所謂的勞工階層 很多所謂的白領階層 特別是 穿著西裝 打個領帶 或者做官的人 他們更可能 會有犯罪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 大家挑戰的一件事情是說 為什麼 這些白領階層的人 他們也會 也會有像這樣子 這種犯罪的動作 是因為他們無知嗎 不會啊 他們都有念很多的書啊 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困苦嗎 在一般的概念之下 還是這樣認為的事情 是說 只要你有念書 你應該比較不會餓死 這句話 雖然我還是覺得 是有問題的 但是一般的通則來講 大家是這樣子來認定的 所以在這個case當中 點跳投影片那邊 他最主要想要解釋的 是來自於白領犯罪的事情 讓我先把一些 故事裡面 還沒有被補充出來的東西 先補充一下好了 在這個故事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他在講的事情是說 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當中 Chris本來是一個 Chris本來在很多 其他的地方上班 然後他是一個 有HR相關專長的一個人 所以後來被一家 被一家所謂的一個 private listing 就所謂的一種 私人的公司來講的時候 在那家公司裡面 一家蠻大的公司 當上了所謂的一個 HR部門的主管 而且這個HR部門的主管 不是只有管HR喔 他要管理一下 我們公司的IT系統 還有管我們公司的保全 等等 像這樣 還有outsourcing之類的 業務等等 所以可以算得上 是位高權重 這樣子的東西 這家公司 他是一個 發展不錯的公司 而且非常強調 他很強調一個字眼 叫做entrepreneurial 這樣子的字眼 所謂entrepreneurial 這個概念呢 指的是說 這家公司看起來 是所謂的一個 比較勇於去承受風險 並且希望有些 創新的做法 這樣子的東西 通常來講 會跟所謂的一個 結果導向這樣子的字眼 有時候會連上一些關係 如果你們有人去走 有人念那個叫什麼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那個字眼的話 你就會比較知道 他那個背後的一個意涵 那在這樣子的公司之下的時候 大家公司不斷地 持續要擴張 作為HR部門的主管來講 他最大的責任是什麼呢 他的責任是 我要幫公司找到人 把他放在適當的地方 可是這家公司擴張得太快了 所以怎麼樣找到人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作為HR主管來講的時候 我不見得只有自己 來做招募的動作 我也可以 hire很多 所謂的一個stir party 例如像以現在 比較有名的來講 像Adeco這些公司 來幫我做 像head hunting之類 像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呢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還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的老婆 他的老婆其實也是一個 學友專精的一個專業人士 但是為了配合 先生的一個事業的發展 所以呢 他常常很多時候 必須要跟著一起搬家 犧牲掉自己的事業 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想到的一件事情是說 好吧 那既然我老婆 也有這樣專長的話 而且我也有這樣子的需求 為什麼 我不請我的老婆 她來幫我做這個事情 那你把自己的老婆 給請進公司 聽起來會怪怪的 特別是這家公司 不是你開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想到的方式是什麼呢 既然我們用了這麼多 所謂的一個stir party 的一個vendor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我老婆 來當這個vendor呢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 雖然我一直很想當大公司的高階主管 但是最後 我還是希望 我有一個我自己的事業 所以如果我老婆現在出來 開公司的話 等到我這邊做一做之後 我覺得我不想做的時候 我也可以有一個棄生之所 我可以死掉 到我老婆的公司裡面上班啊 聽起來真是一個聰明的idea 然後這時候呢 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可是在我們公司 有一個規定 他說 我們 不可以 跟我們的一個家人 成立的單位 有一些合約的關係 除非 我經過一個 特別的一個許可 那 這時候呢 Chris在想了一件事情 對啊 這次要去問這個特別許可 可是別人問來問去很麻煩 再來 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這個許可人不就是我嗎 我要跟誰許可呢 那這種事情 而且這種事情 你只要不講出來的話 誰會知道 那個公司是我老婆開的 所以就請他老婆用他的一個 Middle Name的方式 把他開了這個公司 用這樣子 登記的方式來講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被別人發現 所以 公司也開了 開完之後呢 嗯 的確老婆的公司 有幫我找到一些人 可是 有時候呢 欸 他開始覺得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有時候 好像有些預算沒用完 那這個時候 該怎麼辦呢 欸 我乾脆把他放到我老婆這邊 來講好了 所以 我老婆開我的發票當中 我會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夠 多包點錢過來 叫我可以把這些錢拿過來 拿過來給你 他老婆就問他說 這樣子 可以嗎 他說 當然可以啊 你想想看 我為這家公司犧牲了多少 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你看 我們從 費城這個地方 搬到 這個地方 我們花了多好的時間 小孩子也要轉學等等 我們犧牲了這麼多 總是要有些報酬吧 所以呢 這個部分 報過來頭 只相當於一點 這種所謂的一個小的報酬而已 這沒有什麼啊 大家都這樣幹的 後來 他離職了 開始開 跟他老婆同樣進行這家公司 然後就接到了這個公司 接到了一個律師的電話 那時候他找到了很多的顧客 那律師打電話來 他很高興說 欸 是不是我的老東家 他覺得說他有人力資源的需求 他要跟我來合作 興奮的接起電話之後 才發現 那個律師跟他講 我現在代表你的前東家 跟你說 我要控告你 因為我發現 你的帳目有問題 好 這是原先個案裡面所講的話 那 歸史一開始接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什麼呢 那時候他的字數來講 他就說 我正開始在經營我這個新的事業的時候 我接到了一個我過去服務公司的 過去服務公司的那個律師的一個電話 他說呢 他打電話 對不起 我看一下 好 他打電話過來的事情是說 我要告你說 你違背了所謂的一個聯邦的一個法律 然後呢 你有所謂的一個那種 叫做 所謂的一種 詐欺之嫌 然後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我本來所時代到的一個電話 對我來講 我覺得說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我有點嚇到 並且另一方面我覺得的事情是說 這事情有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就是錢嗎 這種錢的事情來講 應該蠻好解決的 而且我們現在公司的生意還不錯 好 那麼 他老婆接到這電話之後 他有什麼反應呢 請跳到下一頁 他老婆說 糟了 這件事情完蛋了 因為現在被告了 我會不會要坐牢呢 我可能要坐牢 當歸史他覺得說 每次當歸史他講說 其實你不用擔心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擔心 我可以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 我是更加的擔心了 我始終覺得 我這個老公 總會想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呢 他就跟我的律師講說 這樣子的話 我會不會去坐牢啊 結果律師告訴我說 你放心 這不會啦 他們呢 只會把壞人送到牢裡面去 你是一個白領階級 你是個好人 絕對不會坐到牢裡面去 好 再跳到下一頁 然後呢 這個事情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 當他接到了這個電話之後 然後就進入到了下一個步驟 它叫做所謂的一個 民視調解的步驟 在民視調解的步驟的時候 那 這一個所謂的 Alison 他的一個對話當中 他指的事情是說 這只是一個 他們現在所看到的事情 只是來自於說 他們調查出來說 裡面的發票當中 有一些是虛報實數的這個部分 那 這種東西 事實上就是已經 白紙黑字寫在這個地方了 那事實上 在過去來講 我們總共從這邊來講的時候 我們多拿了 大概有一百多萬美金 這樣子的一個錢 那 嗯 我覺得 應該我們只要把所有的錢 他告訴我們說 他只要把這一百多萬的美金 給要回來 然後呢 他並不覺得說 我做了任何的一個錯事情 在這時候 我想的事情是說 誒 搞不好我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只要把 不拿的錢還回去之後 我就沒有事情了 那 他的先生呢 聽到說 誒 要把我的一百多萬拿回去的時候 他的反應不是像這樣子 他的反應是說 對啦 對啦 是我們透過 這個 怎麼講 提高 就是等於說 刻意的假暴發票這樣子的動作呢 我拿了一百多萬美金 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一百多萬美金 我拿到口袋裡面的時候 我還要付三十萬的聯邦稅 這類的東西耶 你現在叫我還一百多萬美金給你 你們這些人是不知道說 你從我手上偷了一百多萬 偷了三十幾萬嗎 這樣子的話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也侵害到了我的權利 所以 這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好 再跳到下一個東西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種所謂的一個民事調解的部分 他們的法律來講 跟台灣這邊會有點類似 就是 你可不可以要以刑負名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 原先他的律師跟他講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搞不好你最好的方式是 你就承認 你有 所謂的 報所謂的虛假發票 屠立了你太太的公司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然後你不要承認 你有任何的刑事犯罪的問題 這樣子 應該就沒事了 在律師這樣子的指示之下的時候 雖然Chris很不爽 他覺得說 我事實上並沒有拿到那麼多錢 因為還有三十萬 交給了你的美國聯邦政府 是這件不對的事情 為了規避 這樣做到的情形之下 他說 好吧 一百多萬我們公司賺一賺 很快就賺回來了 結果 很不幸的事情是說 當他決定簽 當他簽得像這樣子的調解的時候 他的律師又打電話來了 他的律師跟他說 DOJ的人 就是美國司法部的人 打電話跟他說 這個案子 我們決定要進到刑事起訴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的詐欺案 事實上他們DOJ那邊 已經盯了很久了 一直在找尋一些證據 正好 你在民事庭上面呢 民事調解的時候呢 你都說 對 我有做這個事情 是我做的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 他們手上就有證據了 所以呢 他們就打算要起訴你 好 這時候如果你是Chris的話 你會怎麼樣 你是Chris 聽到你的律師跟你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有什麼反應 啊 剛剛誰說跑路的 我順便附帶一下好了 Chris這個人啊 他還有兩個小孩子喔 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他們都在念中學而已 你要跑路跑去哪裡 China嗎 還是India 還是北韓 跟美國關係比較不好的地方 跑去台灣保證會被引渡 絕對不行的 台灣非常的 台灣非常的當走狗 那個沒辦法 還有什麼選擇 除了跑路之外 你還有什麼反應 好 Chris的反應 他把他的律師大罵了一遍 他說 我都付給你的四萬美金的律師費 然後呢 你居然告訴我說 然後你告訴我說 這樣做完之後 我就沒事了 結果我這樣自首完之後 自己私底捐印和解完之後 反而我現在碰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 刑事的一個處分 一個起訴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你要負責 你要跟我講個辦法 好 你是那個律師 你會怎麼回答 你這個律師會不會覺得很冤 會覺得有點冤 會覺得有點冤嗎 為什麼你會覺得有點冤 錢給得多多 蛤 錢給得多多 所以多給你一點錢 你就覺得可以擺平 是不是 像那個孫安走那個 哦 好 美國事實上 是一個錢可以說話的司法系統 好 Anyway 他的律師聽到這個東西之後 他就是跟他講 就是事情 他並不是直接跟他講 給我的錢不夠多 他一直跟他說 這個案子看起來 不是四萬美金可以擺平的 看來你要多給我一點律師費 我們才能夠把它擺平 然後呢 在那時候呢 因為他們一般在判刑的時候呢 根據那些犯罪來講 會有一些 一般在什麼罪的情形之下 建議的刑度是多少 所以那個時候呢 上面寫的刑度是 37到46個月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好 所以就進入到了 所謂的打官司的過程啦 請跳到下一頁 好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打到後來的時候 最後判決來講 他們的一個法庭當中的判決是說 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我必須要判你們 20個月跟18個月 這樣子的一個刑罰 然後呢 可是呢 我覺得你們是好人 我覺得你們不是壞人 是好人 所以呢 我會給你60天的時間 讓你回家稍微的散後一下 到時候呢 你們在各自被指定到的監獄那邊去報到 這是他們給他的一個特別的優惠 好 然後這時候 這兩個人開始麻煩啦 他們本來是在廢城的人 對不對 然後現在搬到了 搬到了 搬到了 這個地方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當中 就被判刑了 我剛剛有說 他們家裡面 不是還有兩個小朋友嗎 以及他們剛開了公司 律師費也要錢 對不對 剛剛打了4萬美金不夠 後面還要砸更多的刑事 刑事的費用在這裡面 所以砸一砸之後呢 他們家的錢就越來越少 少到後來怎麼辦呢 他們本來開了公司 就是要把公司關掉 員工資遣掉 然後並且呢 房子也賣掉 因為律師費不夠付 那房子賣掉 自己的東西該怎麼辦呢 小孩子該怎麼辦呢 好 所以他們把他的一個大的兒子 把他送到了他姊姊家裡面 請他幫忙照顧 然後呢 把他的兒子 把他的女兒送到另一個朋友家 請他們照顧 然後呢 既然都要搬家了 那家裡剩下的東西怎麼辦 就把家裡的東西收一收 最後發現 原來我們可以收到 全家只有13箱的行李 我們就可以走人了 所以呢 就租了一個倉庫 把自己的全副家當 放到了那13箱裡面以後 然後虧死 就開著車子 載著他的老婆 先到了 忘記哪一周了 到了某一個地方 把他老婆 送到了監獄的門口 再來呢 自己再開車 開過去 到加州這個地方 然後呢 先把車還了 住在旅館住了一夜 他說 在旅館那一夜當中 我完全沒有睡 因為我擔心 進去之後 進去之後 我會死得很難看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進到所謂的監獄這樣子的地方 進到了監獄以後 他老婆跟他各自在不同的監獄裡面 那兩個人只能用通信的方式來做聯絡 當Chris一進到所謂的一個監獄裡面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老婆 你們覺得他第一封信會寫什麼東西 你們覺得他會寫什麼東西 當你今天跟你老婆洗半了罪 關到監獄裡面以後 你覺得你該寫的第一封信是要寫什麼 啊 誰說 剛剛誰說 你說什麼 為什麼要道歉 你覺得你有錯 不過多少他有錯 好 除了道歉之外呢 還有什麼事你們可能會寫的 好 根據故事裡面的講法 他寫的第一封信是跟老婆寫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離婚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你害我的 要是你當時就阻止我的話 我們絕對不會一起陷入到這樣子的情境之下 這件事情你也知道是錯的 為什麼你當時不大力一點告訴我說 不讓我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兩個人就都沒事了 所以 他就做了像這樣子的事情 好 安靜喔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好像有點過分是不是 好 當然 對於每個人來講 碰到 我們碰到這些事情來講的時候 也有可能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 接下來之後 他發現自己這樣的做是不對的 好 就是寫道姓的信 好 然後 就 Chris跟他的老婆來講 各自的監獄不大一樣 在監獄裡面呢 先講他老婆來講好了 他老婆住的是女子監獄 那女子監獄呢 他住的又是那種比較 那種叫做 比較低戒備的 所以呢 就是相對上生活好一點 那 在監獄裡面很多的時候 會請監獄裡面的那些受刑人 他們來做一些工作 那他老婆分道的工作是什麼呢 走到這 每天 跟他其他的一些受刑人 到周圍的社區那邊 來做清潔的工作 負責把地上的煙頭 撿起來 丟到所謂的一個袋子裡面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你每撿一個煙頭 可以拿到0.12美金的報場 每撿一個煙頭 可以拿到0.12美金的報場 三塊錢左右 是不是 好 這是他的工作 來 如果你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是這樣 剪個煙頭三塊多的話 你會願意做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你會很高興去做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對 在監獄裡面 你會很高興去做的 喔 好 你會打死不想去做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覺得這是一種懲罰 是一種侮辱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為什麼你們會想做 為什麼你們會想做 賺個外塊 賺個外塊 蠻好賺的 蠻好賺的 發個就是三十幾塊 你還真便宜耶 在監獄裡面的人 還能求什麼 好 好 他很高興 他很高興的理由是因為說 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可以走出來 走出來 到監獄之外 呼吸一下 自由的空氣 因為一旦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過完之後 我又得被關在 牢裡面了 他珍惜的其實不是那個錢 而是來自於 他覺得呼吸到了 新鮮的空氣 然後呢 好吧 我們故事來講到 Chris來講好了 Chris他比較倒楣一點 他分到了 是一個中度戒備 的一個監獄裡面 在這監獄裡面來講 他是 大家住在那種 所謂的一個 大膽樣子的宿舍裡面 然後呢 他進去之後 就會認識一些人 對不對 碰到第一個人 他的室友 住在他旁邊的 那個人呢 我問之後 後來知道一件事情 原來這個人 是一個大毒販 那個人本身就是 一個大毒販 所以他在那邊來講 他過得很害怕 但是也還好 因為基本上 他們的行動來講 是可以提早假釋的 所以呢 直到假釋完之後 他就跟他的太太團圓了 後來兩個人呢 就搬回到本來的地方 開始來做一些 重新再做一些 這樣子的生意 當然 錢也都賠完了 所以要重新的 再開始來做 這是大概故事的一個狀況 好 那 接下來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從個案裡面來看的時候 再這樣看完這個故事來講的時候 好 這對威城夫婦 他們到底 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來講好了 整件事情來講的時候 威城夫婦 到底做錯了什麼東西 從Chris跟Edison來講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各自做錯了什麼東西 誰可以分享一下 聽完了故事了 你覺得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情 不管從法律上面來講 或者從倫理上面來講 他們各自做錯了什麼事情 品涵 品涵 我覺得他現在太有自信 他開始處理好多事情 然後都沒有想到 一些比較現實的東西 他就覺得他已經沒問題 一定沒問題 他的自信反應在什麼地方 就是他覺得他要扶持資源 可以用 然後他有權利 去管這些事情 是 然後他就是完全不遇到他 就是他心裡面有疑問 可是他只是 可能是確定說 他是不是說沒問題 就是真的問你 作為一個老婆 支持自己的老公 有錯嗎 他沒有也覺得這樣很有問題 所以他可能會是 要 就是不是這種回事說 這樣子 他可以說 那女朋友有沒有什麼回應 這樣是可以的 就是再多問一遍 所以就開始支持 好 謝謝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Chris跟Edison 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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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人在哪邊 都開收支的地方 蛤 OK 開收支那邊犯了什麼問題 就是 竊取公司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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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怎麼竊取公司資產 因為你額外開了 你並不是你原本會開上需要的地方 你們在學校不是常幹這種事情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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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hris會覺得自己 偷竊了公司的財物嗎 不會 為什麼Chris覺得不會 對 他對公司的財物有什麼認同感 蛤 你覺得是他對公司沒有什麼認同感 所以他就覺得那個 那個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 那個行為是對的 OK 當他今天開假發票的時候 讓他老婆的公司開假發票來報仗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自己是不對的 公司其他人也會這樣做 蛤 公司其他人也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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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會覺得 OK 好 還有什麼原因 其他人也會這樣做 還有什麼東西是他來合理化自己的借口 公司來做過更糟的話 蛤 他上次有曾經叫他去湮滅證據 然後還有他 他們的公司有多次違反 聯邦法律跟州法律在 勞工權益相關上面的規定 所以他覺得他拿這一點小錢 你自己就算了 所以 過去公司的一個 他公司的紀錄當中 讓他覺得說 這個也不是什麼壞事 反正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做 好 喔 還有什麼東西 是他們做的不對的 還有什麼東西 Chris是壞人嗎 我應該這樣問 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你這樣看完個案之後 你所理解的Chris長成什麼樣子 你可以找演員 或者找班上的同學來 讓我們大概知道說 他可能長得樣貌 找找耶 很有自信 然後 黑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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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才好 沒有沒有沒有 都不好 口才不錯 都不好 我們還說Chris 沒有 好 你想像中 Chris 一般來講 穿著什麼樣的衣服 西裝 Colo 3 Pro 3 我喜歡玩那樣 Colo 3 你有沒有覺得Chris 有沒有品味 看那個案例 看起來 不知道 穿 會不會衣著品味 穿著西裝筆體 我怎麼會穿衣服這樣子 可能會 因為他會這樣 嗯 你覺得這個人講話 有沒有自信 有 很有自信 為什麼 他覺得他的職位 都可以做好 很多的事情 嗯 那他事實上 這個人過去的工作紀錄來講 他的表現好不好 看起來 經歷很多 經歷很多 你覺得這個人 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還是一個 就是 很有野心 很有野心 很aggressive 給你那種感覺 然後看起來好像 西裝筆挺 穿得不錯 好像在大公司裡面混得不錯 他也蠻喜歡 大公司這樣子的生活的 這樣看起來 很像社會精英啊 好 那 在這樣子的社會精英 的情形追下來的時候 你一般來講 會攜帶一個 像 想像一下你們日後的 長得樣貌也好 因為這邊很多MBA 很多MBA 特別是很多人 想說 想當MA的人 當MA你就要穿著西裝筆挺 或者穿著洋裝 套裝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講話很專業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的人 你會覺得說你以後會犯罪嗎 大部分人來講不會吧 好 那 為什麼他會逐漸走上犯罪這條路 隨波逐流 你覺得是隨波逐流 對 為什麼 其實你還在那些公司 看到很多人 這個公司不是他後來跳槽過去的嗎 這是他跳來跳槽過去的公司啊 對 所以到了這邊才變壞的 嗎 可能之前你們的公司也會這樣做 可是他後來才會 所以可能過去上班的經驗當中 看到別人這樣做 到了這邊來講 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故事 使他覺得說 別人這樣做我也可以做 你們會不會覺得別人這樣做我也可以做 真的不會嗎 為什麼以前有人告訴我說 你們覺得說 當大家都做的時候 代表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欸好像怪怪的齁 可是大家都這樣做啊 好 還有呢 為什麼他會逐漸變壞了 他資權很大 嗯 他是 要負責基本上 整間分布的所有業務的進行 就是生產 照顧門員 還有財務演技術 他有很大的權力 所以他認為說 他同時扮演成球員 也同時堅韌裁 沒有人能完整的監督他 所以他還 基本上他還做什麼 所以你覺得 就你讀起來你的心態 看起來他的心態是那種 I'm the king Nobody above me 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可以為所欲為 會給你這種感覺 好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讀起來Chris的心態和感覺 他為什麼會逐漸的犯錯 他不喜歡這間公司的工作 他不喜歡還是喜歡 他不喜歡 你覺得他不喜歡 我覺得他要做那麼多 他覺得他最喜歡是在打擊這個公司 你覺得他是在打擊這個公司 是 我覺得他做的喜歡是正義的 所以他是為了 刻意懲罰這個公司來做這個事情 OK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Chris會幹這種事情 他覺得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並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報側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公司沒有給他合理的報側 他年薪高不高 他的年薪高不高 他年薪好像是百萬級的吧 就各位來面的寫法來看 這樣年薪不高嗎 為什麼還覺得公司會欠他 因為他文章也寫 他兩個月工作壓力很大 OK 工作壓力很大 文化產品是不是 香港會講不認同那個公司 就是公司為了他 就算工作做 他會不會要比較沒有文氣 OK 你們覺得他認同公司的文化 會不會覺得 做的事情就是要get a job done 這樣子的一種 啊 從不就要考取這樣子的東西 你們覺得他喜歡還是不喜歡 不喜歡 你覺得不喜歡 因為他老婆不是成員的公司 他希望他日後 想要有一個更好的機會 如果有辦法他就直接造去 好 好 覺得他喜歡這個文化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 他enjoy這種 highly competitive 的文化 所以大家都覺得他不喜歡這樣子的文化 所以在這個地方待 好 他一開始就做 他一開始 我們這樣問一下好了 他一開始請他老婆開這個公司 是為了想A錢 還是為了幫自己的工作上面解決問題 幫工作解決問題 幫工作解決問題 你們是這樣認為是不是 為什麼 從哪邊看出來的 請他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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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可以跟他們的個人 企業鼓勵他們去 有額外去把工作做好 一 企業會希望你盡全力把工作做好 即使這個東西是你的個人的資源 你應該把它拿出來用 好 還有呢 二 他本來就有很大的一個壓力 找人的壓力 他不是一直在寫說 我一直在開心的場 一直有人有缺 而填不到人 就是我HR Head 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有重大的一個壓力在 所以 他就想辦法找自己的老婆過去 是不是 好 那 為什麼他會想找自己的老婆 信任 信任 好 還有呢 家庭關係 解釋一下 家庭關係、愧疚感 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他 他的工作關係 他們全家都要搬到 所以 然後害他老婆去 辭掉他原本的工作 然後他就對他老婆 就會覺得很放心 所以他老婆可能本來也是一個 非常的 competent 的一個職業婦女 但是為了老公的一個事業的發展 他會願意提升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小兒子也大了 老婆也想出來 找點事情做 就不找他找過來了 好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他是惡意的嗎 他是基於善意 來幫助公司做這個事情 還是惡意的 善意 善意 那好 那 在這裡面來講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痾 問題會發生 當他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請老婆來開公司 請老婆開一家公司 然後 雇用自己老婆的公司 來提供服務 本身就有利益 回避的問題 所以他叫他老婆 不要用他目前的服務 以免被發現這件事情 好 那 如果你是Chris的話 你覺得說Chris 他當時的心態是怎麼樣想 他覺得不覺得利益衝突是錯的 這件事情是要回避的 就Chris來講的時候 他會覺得公司裡面的利益衝突的部分 他根本是要回避的 你覺得會 如果他不想跟 都很久 就是 你沒有成交 他不敢跟其他同事 所以 他是因為 這是錯的 是不敢跟別人講 有沒有其他同學可以 猜猜看 判斷 可以試著模擬一下 那種心態 他會覺得那是對待錯的 他會覺得他清楚知道是錯的 可是他會覺得說 把我權力這麼大 OK 所以你覺得是權力大 所以蓋得掉的關係 好 他有沒有別的同學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 你的 讀出來的見解 好 在我讀起來的時候呢 我的感覺是 在這個階段當中 Chris知不知道有利益衝突的問題發生 他知道 但是 他不覺得這是一件 錯的事情 我是為了把事情辦好 我要經過這麼多的程序 在做審核的時候 他實在很麻煩 不能夠達到公司這種 所謂的一個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這樣子的狀況 我要儘快的把事情做好 Get the job done 所以我用了一些技巧 來讓事情順利的做完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是一種 無傷大雅的一種活動 好 請跳到下一頁 所以 在這裡面來講 我們要提到第一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叫做 所謂的一個 Sleepery Slope 這樣子的概念 什麼叫做Sleepery Slope呢 他的概念 我用白話文來講 講一下好了 他的概念指的事情是說 我們並不是天生 天生就壞了 我們是慢慢的 不小心 一步一步的走上 邪惡的道路 好 什麼意思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做一件事情 是說 他可能本身來講 可能只是一件小事 他並不會產生 很大的一個罪惡 我們舉個例子 來看他好了 用剛才 這個對愛裡面的講法 來看的時候 如果Chris只是 用他老婆的公司的Service 做一般的Charge的話 對於這家公司而言 他有沒有任何的一個損傷 可能是沒有的 所以在那形式下的時候 他可能並不會覺得 自己是在做那個錯的事情 可是 當你跨過一條線之後 我們的尺度 是隨著我們的經驗當中 不斷地在跑出來的 當我們漏了一點點下線之後 你就會逐漸地發現 人的下線 是完全沒有極限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這個名詞來講的時候 在解釋的事情是說 對於很多的人來講 我們是從小錯當中 慢慢地聯繫到 所謂的 遇後的一個 越來越大的錯誤 再下一頁 然後呢 在這海裡裡面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 他有蠻多的一些東西 事情是 這些Wiston Family當中 他們用了很多的理由 來去進行到 各式各樣合理化自己的一個理由 好 第一個 來看Chris的這個部分 Chris他會覺得 Chris為什麼會請他老婆 來做這個事情呢 他覺得這個東西是 對我家庭有好處的 因為我家庭當中搬來搬去 會有家庭不合這樣子的問題 老婆覺得我的事業發展受了限制 讓他來做像這樣子的一種 專業的服務來講 那不是正好可以幫助我 安撫我的家裡嗎 我家裡好 我就有力量工作 這樣公司也好 第一種可能說服自己的理由 是像這樣子 第二種呢 他本身來講 他會覺得說 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前面來講 有一些 其他公司的一些事情的發生 使他覺得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做生意就是要這樣幹 沒有什麼對跟不對的 所以 一個人是有價值的 等等 像這樣子的一種 非人性化的東西 就在這裡面被視為是合理的 再來呢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他要給他老婆另外一個 所謂的一個 職業化的生活 以及 第四個 他開始告訴我 告訴自己一件事情是說 好 我們這樣問一下好了 學人管的時候 人管標準課 在課本裡面告訴我們的 對於員工的管理來講 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是朝向這個工作的方式來做規劃 還是朝向人工的整個職業方式來做規劃 所以 作為人管的人來講 他會告訴我們說 員工的職業很重要對不對 他就會告訴自己說 事實上每個員工都要很好的職業發展 所以對於我來講 這只是我在幫我自己規劃 好的職業發展啊 這沒有錯啊 我不可以在那邊賣命一輩子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講 培養點視力是沒有錯的 所以就利用像這些的手法當中 來讓自己去有一些 合理化的一個空間跟理由 再來下一個 他說 他會想辦法來去 讓自己做到這個措施當中 事實上 用一些話術當中讓自己講起來 不會覺得是那麼有錯的 所以他可能就會說好 我會 我是在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裡面 我應該用盡各種的手段 來把我的工作來完成 那這樣子的東西來講 正好又是公司的文化裡面 那基於像這樣子之下的時候 他就可以更加的合理化自己的一個部分 以及第三個 他可能會告訴自己一件事情是說 這個措施只是一個暫時性的 一旦我們公司有了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足夠的人的時候 我就可以不要再使用我老婆的一個服務 而那時候 我老婆可能也培養出了一些客戶 他也可以靠自己的那個能力 來維持自己的公司 請跳到下一頁 好 然後當然這後面來講 他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方式 來幫助他自己去想辦法 來合理化他自己的一些工作 那麼在這種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所談到過的這種 所謂的一個道德脫離 這樣子的一種可能的狀況 好 請跳到下一頁 好 那 現在我們要進到下一個問題了 回到我們個人的一些經驗來看看 你們有沒有過任何的一個經驗 或者你看過別人有像這樣子的經驗 展現了這樣子道德脫離的狀況 就你所看過的人 或者你自己的經驗來講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過的 這樣子道德脫離的現象 我看到過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有吧 就是那種戲學會啊 然後他們會 就是大家會繳戲學會費之類的 然後他們有時候幫我們鼓動 就會去慶功面 然後就會用大家繳的戲學會費 除了要活動本身也有收費外 但有可能他們有時候還會再拿一點 去補貼他們之後慶功宴的所需的費用 都有這樣子的經驗嗎 第一個問題的事情是 這樣子做到底有什麼不對 這樣做到底有什麼不對 這個慶功宴到底有什麼不對 因為這 就我自己看到的今天是因為 本身這活動已經有收錢了 然後其實這活動也是有盈餘的 但他們盈餘 呃 就是 他拿去辦公園 然後但是這個盈餘不夠 所以他們不用了那一份公款 全那一個公款 這個公款就指戲學會費嗎 應該是所有人去辦其他活動費用 所以我並不是要讓你去 你是戲學會的成員嗎 我不是 但是因為我跟戲學會成員很熟 然後所以 好 很好玩的例子 來 看怎麼能用這個機會 帶出一個觀念出來 過去你是戲學會的成員 你有去吃過慶功宴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很好 來 開戰 開戰 好 誰可以試著用這樣子的方式來 給我說明一下這樣子的故事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子的概念 你試著說明一下這樣子的故事 你是說 我再示範一下 我以前是戲學會的時候 參加了什麼活動 那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我去吃了一個這樣子的慶功宴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是怎樣怎樣的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講一下這樣子的經驗試試看 誰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方法 因為我要 教另外一個概念 因為我要教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戲學會 舉辦了外圍引發 給高中生營 對 然後 就是一個 類似無天事業的活動 然後靠 澳北除了戲學會以外 還有大概整個戲 所有的人 來當遠童這樣 然後我們就結束完之後 就去 就去在一個餐廳裡面 參加興奮點 然後去 去慶祝一下我們這個活動辦 嗯 然後 那你覺得這個活動 好不好玩 這個慶功宴好不好玩 慶功宴好不好玩 慶功宴好不好玩 吃得爽不爽 爽啊 吃得爽不爽 爽啊 來自演 來告訴我一下這個故事 我聽說 呃 不對 我要怎麼講這個東西呢 好 唱著我朋友 他是戲學會的成員 他們辦了一個什麼 什麼素營之類的活動 辦完之後呢 他們就怎樣怎樣了 然後吃了慶功宴 你用這樣子的字眼講 是這樣子的 用這樣子的口氣講這個故事 誰要試試看 誰要試試看這個東西 你用第三者的角度來講這個故事 誰可以來 誰要試試看 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我是第三者喔 我是第三者 我是第三者 我不是戲學會的成員 我聽到了一群戲學會成員 他們 呃 活動完畢之後 拿了 剩下的錢 去吃慶功宴這樣子的事情 請你們試著 用第三者的角度來描述一下這個故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用那個語氣表 描述那個故事喔 反正我大學的時候有 他們是戲學會 然後 就是辦了 比較大的活動 然後 就很難這樣 然後就有鱼魚 所以他們去吃慶功宴 我覺得 他們去吃慶功宴還蠻合理的 因為 他們其實也過得蠻多 辛苦在辦這個活動 而且 他們也沒有拿薪水啊 所以 拿現在的鱼魚去吃慶功宴 好像也沒多少錢 拿不起一個人吃一千塊 好 很好好 還有誰要試試看 講這樣子的故事 非戲學會的成員 誰要試試看 講這個故事 非戲學會成員的 非戲學會成員的 你要講嗎 你不是嗎 我真的不是 你講講看這個故事 用你最習慣的講法 你不要管任何我要帶的議題 我是要試試看 我要試一個東西而已 我 我聽說 最近戲學會 剛化了什麼 我沒有參加 但是 聽說 他們是賺了不少 聽幾天好像去吃了慶功宴 因為 看到那一句報道好像很熟 我說 吃了多少錢 但應該 花不少錢 就是 好 我們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可以抓得到那個概念 聽起來的時候 他講的那樣子的描述的故事 跟 當事人的戲學會的角色來講的故事來講的時候 兩個講的故事來講 有什麼不大一樣的感覺 對 文究內容就不在意 因為 像 比我剛剛說他是 幾乎是全戲都 都去參加 當工人 然後之後有幾個吃飯 那 既然是全戲的話 代表 那個就是戲學會費要使用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 以比我的講法 就比較不會有 上到的腿的問題 但 邵偉的講法 他可能是聽到別人講的說 但他並不清楚裡面細節是什麼 所以他可能 本身在講的時候 就掺杂一點 你自己對 可能戲學會的負面 你覺得他哪裡展現了 他哪裡展現了負面的東西 他說我可能 就是賺了一些盈餘啊 然後吃了不少錢 然後他 最後說 雖然不知道是多少錢 但應該是蠻多的吧 就是有點在嘲諷說 OK 所以你覺得 你原先在講的時候 你有刻意要嘲諷嗎 有 其實是有是不是 其實是有 對 對對對 所以你平常就是酸民的意思 好 這沒有什麼 來 我們再來問第二個同學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過去 你看過的 或者你自己 親身經歷過的故事 類似像是像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這樣子的經驗 或者現象 誰要可以試試看 來試著描述一下 有誰可以幫忙示範一下 都沒有嗎 要用抽籤的嗎 這種抽籤起來還蠻尷尬的 你們作業裡面不是有提示要問這個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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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簡單來說 國際有一個協定就是說 對於造船漠不可以被告 過度的補助 以免造成不平等的競爭 可是大家其實明著說沒有錯 但是暗地裡台灣是會利用行政指導的名義 去小立民務去支持他們造成 例如說造成大國中或日本、韓國等等 但是台灣就太老實 在這個地方太老實 就會失掉這個地方 所以對於台灣的政府官員 到底該不該把我這樣的浪潮 去幫助這個小伙伴 在這個地方能夠趕上其他的競爭嗎? 不知道,至少就現在虛勢的過程來講 還不是很能夠清楚地感受到 道德脫離的那種味道 我不知道 你本來念什麼的? 外文館 外文館造船幹嘛? 對啊,我們現在在做的 OK,好 我自己舉一個我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很喜歡那種動物叫做北極熊 我覺得北極熊在那邊爬來爬去很可愛 白白的,白白嫩嫩的 雖然他很兇狠 然後呢 因為我常看那個什麼 看自然的節目 所以每次看到北極熊在那邊爬爬 說那個 因為現在冰變少了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 真的有北極熊 小北極熊是因為說 游泳游游之後跟不上媽媽 媽媽也不能救他 他又在裡面被淹死 我就覺得 這樣子北極熊好可憐喔 好,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我們住在高雄 其實高雄現在還好 夏天的時候高雄不是很熱嗎 然後呢 我就在掙扎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要不要開冷氣 因為我知道 我開了冷氣之後 就會造成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的排放完畢之後呢 然後 可能就會有可能造成熔冰熔的更快 這樣北極熊就會死 我其實很掙扎 這個故事我講了很久 我一直都很掙扎 然後呢 掙扎到最後的時候 你們覺得後來我們開冷氣 有 那你覺得我為什麼後來會開冷氣 開冷氣 開冷氣 北極熊死掉那麼熱 你願意選擇 你是用這種方式說服你自己是不是 好 對啊 我後來有開 不過呢 我比你有良心一點 我也知道 我自己流汗 跟北極熊的生命比起來 北極熊的生命重要多了 我比你有道德一點 好 可是到最後我還是開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我一台不開 其他人開 北極熊還是會死掉 差不多的理由 我當時的理由是說 我當時的理由是說 我實在覺得我不應該開 應該要保護它 可是只要我想到 旁邊 還有兩個排放大國 一個美國 一個中國 他們的人更多 排放的廢棄更多 就算我自己省下來了 他們還是會死 所以到最後呢 北極熊你不要怪我 不是我的責任 是其他這些大國 他們造成的結果 全體分擔的類似 對 好 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先講到過的 A lot of disengagement 那裡面的概念 我把我的責任 給 推卸給 全世界的其他人 對 我身高得出我兩個最大的國家 因為兩個國家最大 最好講 我絕對不會說 是因為台灣這邊造成的 台灣那麼小 很難說服我自己 我就會把那個東西列出來 這就是一種 類似像這樣子的案例 好 那我舉了我的經驗之後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個人 或者你看過別人的 某大 disengagement 這樣子的動作 有沒有你周圍的人 犯過像這樣子的動作 你自己的動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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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有時候就想去拍攝嗎 OK 好 騎車在路上的時候 可以啊 然後 就是會闖個紅燈啊 或者是 或者是在那個 就是明天寫什麼路上就畫個大大的爐石 然後你就騎不知不知 就是超速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心態有可能就是 反正 我騎這種快都有人比我更快 然後還有就是什麼 反正這些沒有照相機沒有警察 然後就會做出這個 明知道我不能闖紅燈 我不能炒出但我還是會在那個時候 會覺得這樣子 OK 所以你覺得那做法是錯的 是 就法歸來說 還有一般的認知跟新聞上那些 嚴重的成果都會告訴你不要做那些事情 但事實上自己在路上的時候 還是會有時候會忍不住 做那些事情 好 那我這樣 我看能不能帶那個議題 有沒有人曾經被你旁邊的人 超車超過去的時候嚇到的 超過啊 超過啊 誰可以講一下你當時的經驗跟心態 當時你的經驗 有一天晚上我在那個西族在小門口 我突然想到 然後我們老師騎了你 然後就是我本來就騎蠻快的 然後晚上的時候 然後後面有一台車就騎 一直要超過的車 然後他騎很快 我就說好吧就讓他過好了 然後我就稍微往路邊靠 結果他就再加快就等了過去 結果我突然前面衝出一隻狗 然後他又擊殺 然後就中到狗 然後人也倒在車 倒在路上 就是發生了一個小車禍 你看到 看到完之後你的心情是 好險我沒有 我有讓他過 可能換我找不到 你的是好險是不是 然後我還是有停下來下車去看 OK 我覺得你比我好心耶 我覺得我看到完之後 我的第一個問 第一個反應搞不好是 活該 好 其實剛才在問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本來想去做一件事情是說 我想試試看 有一種說法是來自於說是 當你用第一人稱在講一件事情 跟你用第三人稱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對於你的一個道德判斷的指標當中 會有點不大一樣的 當你今天是用第一人稱在講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讓我們有所謂的一個 Moral Disengagement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就在其中 那Moral Disengagement的代表意涵是 來自於說是 因為某些原因之下 使得我 不知道這邊我該去做一些審思 像是我內控這樣子的部分 他的解決之道就變成說是 我要用外控的力量 來去避免掉我內控的部分 的一個不足了 他的概念上指的是像這樣子 不過至少在剛才的試驗當中 我覺得好像還不是很明顯 那個味道 有機會我們再來試試看那個東西 來 好 再來 對不起 好 下一頁 好 再來事情是說 我們要提一下事情是說 一般來講的時候呢 我們該怎麼樣避免掉這些 所謂的一個Moral Disengagement的呢 當然 從第一個來講 以這邊來講的時候 他說的事情是說 你要個人把個人的 要自己去進行一些比較強烈的一些審思 那 某些時候我會覺得說 你可以試試看去用第三者的角度過來做 甚至說我覺得還有一種很好的方法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個感覺 有沒有人會玩PTT的 有沒有人自認是酸民的 不會 我也有 我是酸的 好不好 好 我真的很捨得 我看你八卦玩 好 你們覺得酸 你們覺得看完酸民 看完那些酸民的時候 你們感覺是怎樣 OK 還有就是 在那個文本身 是不是 自己的立場怎麼樣 如果他酸的立場跟你一樣 你會覺得很爽 但是如果你 就政黨來說 你支持某一個政黨 然後他下面再說那個 你支持政黨 你會覺得 你會說什麼 好 這裡面來講 其實有一種很好玩的東西 是說 我一直很喜歡看酸 看酸文 特別是酸文酸得漂亮漂亮 這點很重要 什麼叫做好的酸文呢 好的酸文是 他酸下去之後 你百般的不願意 但是你覺得說 他講的 還真有點道理 然後自動的 把他的道理忽略掉 來幫助你建立起 我才是對的 他絕對是錯的 這樣子的一種 讓你可以維持 繼續辯論下去的那樣子的心態 可是 某些時候 如果我們自己可以去用 類似像酸文 酸文這樣子的方式 去檢視自己行為的時候 說不定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講 可以幫助我們去檢視出來說 到底 我這樣做是不是對的 他做的方法 就有點類似像是 我跳出另外一種立場 來檢視我自己的一個行為 這是一種可以被操作的東西 再來呢 好 其實是說 第二個東西是 我們可能必須要拉過來 去使用到 我們自己的一個 最直覺式的判斷 我不知道你們 小時候有沒有做過 像這樣子的事情 小時候考試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那種 什麼是非題 選擇題之類的 然後你們有沒有經驗是說 這題應該是一吧 後來想想 一不好 我來寫二 再覺得 還是不行 搞不好是三 在那邊話來話去 話來話去 這樣子的狀況 有人做過一種統計是 當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其實最可能正確的答案 是覺得一 對 所以類似是一樣 當碰到道德犯罪的時候 也是一樣 當你覺得 什麼事情怪怪的時候 可能停下來 可以幫助你避免掉 你去犯了像這樣 道德脫離困境的狀況 第三個東西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說 surround yourself with a good mirror 它什麼意思呢 好 我相信在這個班級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 只要跟著大家一起做 就不會有事情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是有像這樣子的一種東西 所以我們周圍的環境當中 對於我們覺得 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這個東西來講 它的影響是很大的 例如像說 好 如果全班 我只是隨便亂取個例子 我沒有說是你們班 我先說好 我沒有再說是你們班 如果 這個班級所有的同學 都是 上課前一天的時候 網路上隨便 摳個兩三句的作業 摳下來之後 就把它貼上來 交上來的話 則有可能 全班都會這樣做 但反過來說 在某些課程裡面 如果那個班級的風氣是 聽說 聽說過兩天要上組織理論 所以很緊張的 在上別的課的時候 我也要拼命把它看完 不然會被修理的話 則 大家真的都會這樣子來看 所以 會有像這樣子的 從中這樣子的效果出現 那 所以把你自己放在一個 適當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 用這個Case來看的時候 其實Quiz會出現像這樣子的問題 並不見得是單純到了這個公司之後才會發生的 他原先碰到那種所謂的一個 公司出了公安的意外 看到高接近的人在那邊喊說 這個賠十萬太貴了 這個人給我五萬都不夠 這樣子說服自己的方法叫什麼 這個人十萬太貴了給我五萬我都嫌貴 十萬實在太多了 叫我賠五萬我都嫌貴 這樣子的說服自己的方法叫什麼 叫做非人性化 人是有價值的嗎 雖然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有我也有價值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並不會用錢這個東西 來衡量一個人到底值不值得存在 所以 他以前也是在像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經歷過的 到了這家公司之後 這家公司很強調的一個東西叫做 我只強調結果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犯到很多的一個錯誤 那典型的一個例子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樣子的case 這樣講這個好嗎 好吧 我們來講點心如臨外食好了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台大之前有一個 那個 那叫什麼 台大的論文造假案的故事 就是故事是 台大校長也重帶那一個 故事是來自於說是有一個 台大 不對他本來是台灣十大傑出女青年 然後不到四十歲 就成為台大醫學院的教授 並且還是個女生 這些東西來講都叫做破紀錄 然後後來就被發現說 他有一些論文的作品裡面 是有 講得好聽一點就說有正義 就是所謂的一種洗白的標籤的方式 講得難聽一點就是根本就是在做假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以他那個狀況來看的時候 對他有做錯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裡面讓我最省思的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他是 是他自己本來就壞 所以做出這樣子的事情嗎 還是來自於說是 他所屬的環境之下 讓他變成那樣子的事情 對我來講 他的環境當中可能會有 像這樣子的 一些事情 一些壓力的發生 所以使得學界裡面 其實你仔細看的時候 動不動就有所謂的造假 這種東西冒出來 那種已經不叫做新鮮事了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本身放到的環境 是來自於說是 在那環境裡面很多就是 比較容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發生的環境之下 待久了 你的確有可能 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或者是說 你開始發現到 有一些有成就的人 他們都是幹這種事情 幹出來的 幹完之後就有成就了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就看到了一個 很壞的 role model 用這種字眼來形容好了 但是我們是用 道德智商的角度來看他的話 因為那些 role model 告訴我們的事情是說 其實你不大需要 顧這麼多的一些 這種比較正直的事情 例如會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最後呢 最後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說是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所處在的一個情境裡面 因為在這個情境裡面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會鼓勵你 去做到某一些 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的一些東西 好 回去到這個地方來看的時候 回到你們最容易發生的前面來看好了 這邊有不少同學做過壁對不對 你們當時做壁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說服你自己說 我可以做這個事情的 等等 你們做壁是看別人來給自己 還是給別人看 都有 都有 OK 好 你 OK 你怎麼說服你自己說偷看別人的 你會不會覺得那是錯的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那是錯的事情 我是自己準備的東西自己看 三種都有啦 給別人都會看別人跟自己看看 因為看別人的那個 十分級有太高 而且那個動作太大 很容易出事 沒有看別人 沒有自己看自己看 這個 都沒有道德的班 我要怎麼教 一點 一點最後感都沒有 大家好像就習以為常了 你要說的事情是說 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我這樣做也沒錯 是不是 以前大學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幾堂課是這樣 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你第一次做壁的經驗 每個人凡事對我第一次對不對 在什麼樣 我們回憶一下 如果你記得的話 在什麼樣的行情之下 讓我第一次體會到 做壁的快感 你知道 我小學 我小學 好壞喔 好壞喔 我給別人看 你給別人看 你給別人看 只要看你啊 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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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全部第一 然後我就給別人看 然後 因為 參賽者很多之後 我曾經好 然後大家都想要跟我 一個小答案 然後就是 問一堆零食給我 我就很爽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給別人看的理由 的原因 骨子裡面 是因為 為了你拿那個零食 還是因為 你覺得 我給別人看的那個動作 證明了 或者暫時展現出來了 一 我是一個無私的好同學 二 展現出來了 我是一個聰明的人 因為 我不會超笨的人 沒有沒有 我純粹覺得那些零食 我要吃的零食 所謂的零食 而出賣了你自己 我從來不覺得 我從來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優秀 OK 我想要吃零食 我想要吃一些免費零食 有沒有注意到 剛才講過的那個東西 某些人格特徵的人 比較容易 會有Moral Disengagement 的部分 其中有一種 非常非常有自信的人 其實是很容易 犯這樣錯誤的人喔 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展現了一個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什麼情形之下 讓你第一次不小心做了筆 或者很開心的做了筆 或者很開心的做了筆 我就是高中的時候 我是化學小老師 然後 我又很喜歡眼睛 那時候是碗色 跟沒有辦法 然後老師不是就會把 會先把考卷的答案給我們 給小老師嗎 我就把考卷的答案拿來敲 你就怎樣 我就把考卷的答案拿來敲 反正就是實體選擇題 然後 每個禮拜都有實體選擇題 然後我就會大概 維持分數在 六十到七十吧 不然我媽看了會選擇 你有沒有分給你同學 還是你自己看 沒有我自己看 好 現在我同學都卡到很高 就有一個手衝 當時 在那時候的時候 你怎麼告訴自己 我應該要這樣做的 就是 就是 因為我不想讀書啊 如果我不做弊的話 我就會被處罰 所以是來自於說 害怕被處罰的心情 使得你覺得說 我這樣的做 可以讓我免於被處罰 這樣子的狀況 而且就是小考試作弊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人生 OK 欸 這種說服的方式 叫什麼說服的方式 那個嗎 那個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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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來 看不到下一頁 來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我們每個人都會犯一些 不小心犯的錯誤對不對 好 我必須要強調這個部分是 組織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作為管理者 看你要怎麼用這個東西 但是 我們剛剛知道了 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 會用某些機師告訴我們 自己做了什麼壞事 自己 自己可以做某些壞事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公司的 高層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說服你下面的員工 去做他們本來不喜歡 不想做的事情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 假設 今天 假設 假設今天有一天高雄氣爆了 氣爆之後呢 結果我們發現到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 我們公司 它忘記 去換 一個管線 所以造成了這樣的東西 任何一家公司 都不希望 當你被判斷出來 是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們公司就會受署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開始要要求一件事情是 請你下屬 負責這個管線的最高的主管 去把一些我們過去的維修紀錄 管線 管線的良好的這些紀錄 都在一天之內把它做出來 讓我們公司可以卸責 這件事情之下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這個主管講說 你一定要做這個事情 你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你要怎麼說服它 聽得懂我的問題嗎 聽得懂嗎 要照假紀錄 對 要照假紀錄 假裝 假裝我們過去 都有做認證的檢查 這個管線是好的 所以絕對不是管線出的問題 可能就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 正牽扯到公司頭上的話 公司可能就會負很大的責任 那 員工可能就會流離世俗 OK 如果你是那個負責的人的話 之前講完這樣的東西之後 你有被說服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真的都沒有嗎 這表示他沒有說服力 還有誰會怎麼說服 我會質疑跟他說 因為這個事情很嚴重 除了政府以外 連大眾都會關注 我們公司勢必要承受 抗責任 現在在這個位置 高層一定會 人躲就躲 然後最有可能是 你這個負責管線的主管 會出來抗責任 那 如果你不想抗責任 那 我就想 我想在影片之前 看到一個完整的紀錄 所以你就是用這種 威脅的方式來 威脅他 對 你覺得一般的人都是 七三怕惡 他威脅完之後 你就會說什麼 而且除了七三怕惡 就是他們七三怕惡 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算是蠻嚴重的 而且除了法律的責任以外 被 等他 法律的責任 過完以後 在大家的 眼光中 的那個認識 都會 產生一個不好的影響 所以他自然壓力 會更大 那他可能就會更屈服於 我的這個要求 好 還有誰 還有誰會用 好 今天他這樣講的時候 你們會被說服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他這樣講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該的 所以 被威脅到自己自身的權利的時候 會有點影響 是不是 好 還有誰有其他不同的術語 或者話術來說服下面 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有沒有人會說 反正這些紀錄 大家都是造假的 我們只是還沒有把它補起來 而已 現在大家把它補一補 補一補好像 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好 事實上 請跳到下一頁 事實上 在那個議題之下的時候 我本來在期待的事情是說 這裡面其實有各式各樣的一些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 利用今天的結論來講 是我們可以來欺騙 喔對不起 不是欺騙 是說服員工的 好 當我說不叫欺騙 叫說說服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叫做 我做了一些 不一樣的那種 標籤的方法 來把這些事情給改善過來 好 我們事實上有各式各樣的這些方法 來去做上這樣子的說服的東西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當一個 比較公立主義 為結果導向的一個主管的話 其實今天去知道 所謂的一個 moral disengagement 事實上是來跟你講說 你可以怎麼樣來操弄人心 雖然這個東西來講 我本身並不是鼓勵這樣子來做的 那所有的東西 或者後面談到的東西 你可能會發現說 其實 它不只是可以 不只是在幫助我們去建立一個 有倫理的組織會用到的 事實上 當你要建立一個 很功利性的組織的時候 你也可以善用裡面 所教到的任何的一個理由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個地方為止 我們今天先到這個地方為止